大家好 歡迎大家準時線上收看 我們今天的實踐數位轉型 強化資料保護產業創新論壇 我是Ivy 大家好 那其實距離上次呢 跟線上的朋友呢 相見的時候已經大概三個多月前 我沒有想到這短短的三個多月 我們會有這麼多的生活型態的改變 那因為台灣今年呢 COVID-19的疫情在5月 我相信應該是5月16號吧 全國進入三級境界 然後學校也都停課啊 然後企業開始做遠距辦公啊 分流上班的部分啊 其實對於去年來說 我們一直都是 台灣一直都是一個防疫模範生 交出一個非常亮麗的成績 那可是發生這個事情 大家都會覺得 怎麼會這樣開始人心惶惶 大家現在最主要的話題都是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打疫苗 那其實在這一波急劇的衝擊之下呢 我們可以觀察到幾個重點 那如果說第一個 如果你有提前做規劃 比如說有些企業本來就做 分流上班 遠距辦公啊 然後這些學習都可以最快的 調整到一個戰鬥位置 就今年就不會有受太大的衝擊 那他就會是一個贏者 那如果說其實 第二種算是那種疫情的部分 或者是遠距辦公 或者是勒索病毒 沒有直接去做這樣子的一些準備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很多資料保護的專家 這時候都會跟大家一起探討 包括資訊安全 包括資料保護 就會面臨到非常多的衝擊 相信現在所有的企業 大家都要討論這個話題 那其實今天也是因為這樣 我們邀請了兩位專家 一個是我們國際資料保護大廠 Vin Software 台灣區總經理林志芳 Jeff 大家好我是Jeff 然後我加入Vin 大概是兩年半的時間 那Vin其實在台灣市場 是相對才年輕 到7月為止大概是5年的時間 那在這之前呢 我待過基本上各大硬體廠商 我都待過 當然除了思科 還沒有這榮幸以外 那軟體的部分 我待過SAP Nutanix 然後也待過一個資訊服務廠商 像Mastercard 那我覺得今天其實像IV講的 其實是蠻榮幸的 在這個機會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跟我們全球IT網路領導品牌 思科台灣企業事業群業務總經理 王凱傑凱來跟大家說幾句話 大家好我是思科台灣Kai 很高興今天可以一起跟IV還有Jeff 這個坐在這裡來這個論壇 我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在業界二十多年 那我跟Jeff比較不同的地方是 我在思科是第三個工作 那第一個工作是也是IT在台灣的一個美商 那中間有14年我在矽谷 那在矽谷那邊也從事業務銷售 產品設計或規劃的工作 那去年10月的時候回來台灣 加入了思科台灣 謝謝 那其實謝謝兩位今天 join我們這次今天要討論的 就是創新論壇 產業創新論壇的部分 首先其實JF跟Kai其實在產業都是 剛剛算起來兩位都是大學長 有專業的經驗 資深大學長 有非常多成功的經驗 像JF也曾經待過在業界有 不好意思說幾年那麼多啦 就是有非常多 其實跟Kai差不多 可能你看久一點 其實差不多 因為年紀比較大 所以呢 我想說藉此的機會 也來跟兩位探討一下 就是因為大家都在 就是都在IT界深耕這麼多年 那其實對於台灣這一次的 疫情的狀況之下呢 台灣企業面臨到的一些挑戰 我想要跟兩個討論一下 就是同時有什麼一些契機 或者可以帶來一些什麼 那我首先先請那個 JF好了好不好 那從我來開始 有些數據我想先提一下 當然這方面的挑戰 你剛剛提到了嘛 就是在家辦公分流對不對 然後到處移動 我想在這個意思是講 不得已的大家必須要的做法 那我們看到雲端湖的成長 大概將近60% 那SARS的部分 其實SARS像Office365 像WebEx 這類的線上會議軟體 成長大概是48% 但是最可怕的其實是勒索供給 其實增加了715% 那其實這一方面改變呢 其實在背後 除了工作形態 其實資訊的架構 然後資料的呈現 以及資料量 我覺得資料量其實是非常可怕的 那在這樣的狀況下 其實在這個疫情之下 因為遠距辦公等等 其實都在改變 都必須做好準備 那其實我舉一個有趣的例子 我有一個我在這個禮拜一 開了一個亞太區的會議 那我有一個香港的同事 其實你從他在線上會議的背景 你就可以發現 在短短10分鐘之內 他換了三個場景 因為第一個場景 一定是在咖啡廳 因為你會發現 背景的那個音樂越來越大聲 老闆或者是線上的頭事 都聽不大清楚 他開始緊張 所以後來就聽到 香港那個街頭特有的 那個過馬路的那個紅綠燈的聲音 因為他是先慢 噔噔噔噔 然後等紅燈的時候 噔噔噔噔噔 催促你趕快過馬路 你就可以聽到這個聲音 還有車子呼響 然後最後最有趣的是 聽到小孩子大叫 因為他回家 然後最後就是開始安靜下來 因為他進房間了 那我覺得 其實看來是非常有趣的一個轉變 但是背後其實是要很強大的IT 或資訊的架構 還有服務去支持 因為他本來在餐廳 應該是用Laptop來進行 因為瞬間轉換的需要 他用了手機 然後後來回家 可能又重新起了Laptop 就要很強大的網路連線 然後那個介面 也要瞬間做轉換 然後很好的一些器材 去支援他這個中間的變化 然後我們最近還有同事 對不對 Webinar 聽說為了怕小孩吵 都在車子裡面完成 所以這看來是有趣 可是背後也帶了一些心酸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覺得科技數位的轉型 實現了這些可能 那也讓我們在疫情之下 變得更 工作上更有彈性 那也必須要更彈性的去面對 可是我覺得就像剛剛最後一點 勒索軟體的攻擊的增加 事實上我們有一個統計啦 在疫情爆發以來 亞太區大概幾大的 亞太區攻擊的熱區 包含紐澳 中國大陸 日本 接下來就是台灣 台灣地區 然後我們台灣地區光 被攻擊的數量就增加400多倍 然後有一陣子我覺得有個笑話 聽說內湖是照著 某一條路的門牌去攻擊的 那我覺得其實 剛剛提到了這麼多 這些是挑戰 因為挑戰是必須要準備 更強大的數位的基礎 硬體也好 網路也好 然後SARS像WebEx 或者是大家提到其他的一些 線上會議的軟體去支持 那回頭過來 資料有沒有保護好 因為你在這些轉換中間 事實上漏洞也更多 那我還有一個同事就是說 最近他在家辦公 他發現他常常超時 但是收到一些奇怪的mail 釣魚的信件 騙你繼續按連結 那其實漏洞常常在不注意之下會彈生 那這方面有沒有做好準備 所以我覺得 疫情帶來挑戰 剛提到那 機會就是怎麼樣做好資料保護 怎麼樣把數位轉型的這些基礎做好 那我覺得 Lin在這方面一直秉持的一個原則 就是簡單彈性還有可靠 因為怎麼樣保護好資料 但是又能夠復原 然後回頭過來我想商機的部分 我剛剛有提到 WebEx也好 網路也好 硬體架構也好 我相信斯科是這方面 Cisco是這方面的專家 那百年難得一遇都讓我們遇到了 這個 對你看大家從5月到現在 很久沒有看到自己的同事 那也非常的想念跟大家可以在一起 哪怕是喝個咖啡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那除了軟體硬體甚至心態上 我們每一個人心態都要做相對的彈性調整 那因為這樣的情況 我們就想到那挑戰斯科看到了什麼事情 我們看到三個 第一個我們覺得 在數位化 數位轉型的部分 我覺得台灣在亞太區 我們有一個資料 在斯科的2000年 2020年的亞太區的一個 資安的這個報告 數位轉型的報告 我們發現台灣是屬於第八名 那第八名在四個階段裡面 算是一二三四四是最高 台灣是在第二階段 所謂的數位轉型的觀察者 那這個觀察者的意思呢 其實就是它是屬於在策略 在方向它有擬定了 但是執行了其實還不到 所以這個是大家過去在觀望的態度 會勝於做行為行動的態度 第二個挑戰呢 我們看到的是新工作型態的改變 其實很多人可能不管是 這個公司給的這個設備 或者是我們這個網路 甚至資安或者甚至是你身邊的這些 可以連上公司裡面去搜尋最重要資料的部分 其實還沒有準備好疫情就發生了 那第三個我們看到的挑戰是資安人才的挑戰 那根據ISC就是國際資安的聯盟 他們所做的一個報告 全球的資安缺口大概有四百萬人 那四百萬人裡面呢 亞太區有兩百六十萬人 那其中台灣呢 現在大概只有兩萬一千人 我們還缺三千八百人 每年再成長15% 所以這是我覺得目前在疫情底下呢 我們發現這三個挑戰 那挑戰呢就帶來了機會 所以在第一個呢 我們剛想到數位轉型的時候 其實這是在這幾個月時刻特別的忙 那忙的原因是好事喔 就是我們的客人呢 我舉一個這個製造業的例子 那我們的製造業呢 這個也是一個大家都知道的公司 那他呢在過去一直在想 花了好幾個月時間在討論 怎麼做遠端連線 然後怎麼讓這個他的員工 或什麼樣的職級的人 可以進來拿公司的存取資料 但是一直還沒有決定 在疫情之後的那個假日的時間 在這兩天的時間就跟思科談說 我需要VPN 趕快幫我能夠部署到位 我們就把它這個本來在談 在POC突然直接就上線了 流程就加速了 就流程加速了 所以呢這個是第一個 就機會就發生了 所以當時不只這個案例 我們還有其他的行業 那第二個我們看到的機會呢 是屬於這個新工作型態的改變 所以像思科的這個協作 像collaboration裡面的webex 我們另外一個例子金融業好了 金融業裡面像最大的這個人壽 國泰人壽他們就是使用 第一個使用這個線上投保 在過去不管是法規 或者是這個中央這個 這個疾管局的規定 其實有很多原因 人跟人是不能夠接觸的 那你不能接觸在過去 兩萬三萬的這些 受險的這些業務人員 他們的傳統一定是要見面 對不對 拿個什麼東西 打個招呼 喝杯咖啡 現在都不行了 那怎麼樣能夠做到這個 工作的持續性 所以就用這個線上投保的部分 那最後第三個呢 我們這邊提到的是 機會在於我們的 資安人才的培育 是 思科的DefNet是第一個呢 在亞太區把 資安人才培育中心設立了 在領口 在今年2021的3月 那這樣呢 能夠更帶領呢 台灣的這些人才走向國際 然後去補足這個 資安人才的缺口 哦 其實 相信從剛剛提到的啊 兩位在說明就是 在說明這個數位轉型 不管是在 BIN這個部分 資料保護的部分 還有思科都有提到 就是不管在人才的培育啊 資訊安全啊 網路的部分啊 然後我們怎麼樣 就比方說剛好舉個例子 線上投保的部分 這個其實 我覺得大家現在 馬上都有實際上的感覺到 應該可以從線上去做 以前都要面對面嘛 人與人的接觸這些東西 那其實 我們在看這一波數位轉型 是不是能夠成為現在企業裡面 就是持續發展的關鍵 就是在這一段時間 包含剛剛有講製造業的部分 因為速度都非常的快 然後包含在資料保護的部分 大家也都趕快直覺去想到這些事情 怎麼樣可以讓這個部分呢 這個議題呢 讓那個企業部分會更去 好像熱衷這個話題 過去大家都會覺得說 好像沒有這麼重要 可是現在已經有非常多 世界非常多的企業 或者是非常多的產業 大家都已經在討論這個 討論這個話題 就是包含資料的轉型 然後包含這些口號 或者是資料保護的部分 都在做這些事情 那其實台灣就像剛剛 Kai有說的 台灣在做這個東西呢 其實真的是不算快 就是真的是不算快 就是我們的速度 都稍微比較慢一點點 那因為這次的疫情的延燒 所以讓大家企業開始 驚覺到加速這件事情 就是好像就是我們現在 在做一個數位轉型 集中考或大學聯考的感覺 就是看誰考的好 看誰考的好 那考的好呢 就會成為市場上在 不能說他是佼佼者 但起碼呢 就是他可以維持一定的水位 公司還繼續做營運的狀況 那其實現在我們就想要來聽一下 就是說病跟思科 我們怎麼樣再看 這些合適的工具的部署 就是這個數位轉型 我們怎麼樣來部署這些 這些不管是在硬體的設備啊 或者是軟體的設備 然後可以提供一些什麼 效果跟效益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呢 其實就很想要了解一下 其實我們都已經知道 像Cisco的部分呢 其實很多企業都已經順利了 就是大幅度的 就轉型數位的部分 那我們也知道說 VIN呢其實在數位轉型的 這個部分更深更的很深 就是包含在虛擬化啊 雲端啊 其實兩大廠的合作 其實都讓無數的台灣企業 真的是受到非常多的一些 優勢 就是說如果有把這兩個東西 搭起來的時候 在資料風險 資料安全的部分呢 其實都有非常亮麗的一個成績 但那今天我們就想要來討論一下 就是說關於這個數位轉型 現代企業來說 有一些什麼樣的效益 那VIN跟思科的合作 然後扮演的角色 在企業裡面 我們怎麼樣去示範功倍這些角色的部分 那我們先請Jeff來跟我們聊一下 這部分呢我來說我覺得 資料保護 其實應該是資訊安全的第一道程序 然後也是最後一道防線 因為剛剛提到那個內湖 照著門牌號碼攻擊 事實上攻擊的過程 受到遭受攻擊的過程中 我們有很多 他呢也接受到客戶的求助 怎麼樣協助他快速把資料還原 那最近有一些國際上 發生被攻擊的案例 他是斷然拒絕 那個勒索 駭客的贖金的交付 因為他其實為什麼能夠有 這樣坦然或者是斷然的立場 因為他做好了資料保護的準備 因為他不跟這些 所謂恐怖分子妥協 因為他保護好他的資料 他平常都有做好完善的備份 然後都能快速的復原 所以我覺得這一部分 就剛提到數位轉型 像開始提到實際的案例也好 因為疫情加速了這方面轉換 那另外一個回頭過來就是 有沒有做好你的資料保護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過去一直在提醒大家一個概念 就是所謂的數位轉型 但源頭或者是基礎 其實都在於資料 因為數位轉型最終的目的是 善用資料 然後讓資料做一些決策的分析 然後能夠做更快速的引導企業 往他想要發展的方向去進行 所以源頭都在資料 那這麼重要的東西 為什麼不保護好 所以這部分我覺得很多點 可以跟思科在家裡合作 那剛剛有提到說我們一直強調是 簡單 然後彈性 和可以依賴 那我覺得簡單很重要 因為像開剛剛提到 數位人才的培育 那備份資料保護 其實上我們希望簡單化 讓這些客戶能夠把他的資源 或者人才放在重要的地方 那彈性的話 我覺得並有一點做得很好是 我們一直在著重於軟體的開發 所以我們可以去支援各種客戶 不管是Hardware也好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是多餘 目前市面上主要的Multi Cloud 我們都支援 然後Hypervisor部分我們都支援 然後另外一個最重要的是其實 應用 剛剛提到WebEx也好 現在這麼多SaaS的一些服務 O365 那這中間怎麼樣去 儲存這些資料 因為資料增加了 那你怎麼樣能夠保護好 那所以這部分我們都有在做 那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其實過去大家都在備份 那我相信大家都有 我們自己手機備份的經驗 那常常換手機 或者萬一手機掛掉 Restore 我相信多多少少都有遇到失敗 對 但是我覺得Vin在 在企業的Restore recovery 能夠容許失敗嗎 我覺得不行 就像剛剛舉的例子 你要斷然拒絕 那些恐怖分子 駭客的一些勒索行為 那你在Restore又失敗 你根本沒有立場去拒絕 所以回頭過來 Vin很在乎的就是Reliable 怎麼樣去 確保我的資料能夠回復 那我們中間有很多程序 有一些模擬 那這個比如沙箱的認證 或者是在大量的資料裡面 我們要去擷取重要的去做 快速的還原 那我們這部分其實跟思科的 UCS文明也都做蠻好的結合 所以我覺得Vin很著重於 基本的一些資料保護的原則 那這些原則事實上 在數位轉型裡面是很重要的基礎 對啊其實在數位轉型裡面 不管是在資料上面的保護啊 備份啊還原啊 其實大家都會想要特別想要了解 那當然今天我們跟思科這邊一起討論 基本的就是不外乎 就是除了這些基本概念 我們屬於基本概念 各位 enterprise 企業 他們需要有這樣基本觀念 但是在實際上環境裡面 infrastructure 我們要怎麼去調整跟改變 我覺得這個就是思科現在的強項了 我們怎麼樣去調整 不管在網路架構 上雲 software hardware 的部分 怎麼樣去做一些協調 我覺得這就是我們今天請 Kyle來跟我們分享一下這些 好 那我先跟隨一下 這個Jeff剛才提到的 思科的UCS的產品 可以跟Vin的這些結合 其實我剛到思科幾個月 我有一次都打電話給Jeff說 我們的報價系統 居然可以看到貴公司的產品 就知道說這個從設計端 從我們硬體軟體的結合 其實從公司在整個產品的架構上 都已經幫Vin幫思科 在服務給客人的資料保護 我們都已經先想好了 所以這個先接一下你剛才那件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讓我覺得 哎呀怎麼會這麼的 強強聯手 強強聯手 對 就覺得很棒 那回到剛剛Ivy的問題 就是有關於這個思科 在數位轉型我們所扮演的角色 那其實在這個部分 我們提到的是叫SASE SASE 那這個翻譯呢 就是英文它的原本的字呢 叫做 Secure Assess Service Edge 那我們覺得這個中文呢 就不太好去解釋到這麼多 我們自己想了一個 它的名字叫 雲服務安全 雲服務安全 SASE Secure Assess Service Edge 好 大家都聽清楚了 SASE的部分 來 請看 那你想這幾個字 包含就是有安全的部分 對不對 有存取的部分 然後有這個服務 從Edge 就是從每個端點 端點 所以從端點到雲之間 那其實呢 我們在這裡 我們是把它當成是一個 數位轉型之旅 就是司科在看這件事 他不是說 我們今天做完一件事 結束了 不是 它是一個過程 那這個過程呢 包含我們首先要去了解 公司的營運上 有從哪些 不管是總公司 從分公司 從遠端的使用者 可能在機場 可能在你剛才說的咖啡廳 或者在香港 在過馬路的時候 其實你都有可能 正在工作的某一個片段當中 那你就要去定義 這些內容 我們要給這個訪問者 從哪個端點 Everywhere 然後你要給他 什麼樣的權限 給他的權限 權限之後呢 他可以走到 公有雲 私有雲 那其中 司科的雲服務安全 我們提到了三個概念 第一個 我們叫做三個C C的這個概念指標 第一個叫做 Connect 你要能夠連結嘛 那連結之後 你要能夠信任 這個連結的這個端點 所以我們有司科的一些 解釋 譬如說我們有VPN 我們有這個 Internet 我們有這個 SD-WAN 我們有這每一個 都是在數位轉型 所要拆解開來 執行的這個內容 每個都是一個專案 那甚至呢 到第二個C 叫Control 那我們稱它為管控 因為當你可以連結之後 你必須要能夠管得到 如果管不到的話 就是個漏洞 資料的保護 對不對 你要知道誰可以看到什麼樣的內容 對 有些財務是非常的敏感 這個我們的這個毛利率 非常的敏感 即時每天的報告 有些人看得到 有些人是完全不允許 所以都要做過分 分階層 來做你所需要的這個工作上的需要 所以我們在管控方面呢 我們有司科 這有名像 我們有Firewall 我們有這個Zero Trust 我們像這個Duo Duo就是我們待會會比較詳細去介紹說 有哪些內容的部分 但是我想 如果角色方面從連結到管控 第三個我們叫做融合 因為呢 其實大部分的公司 公司來說呢 他可以做到連結 他可能可以協助客人做SD-WAN 有一些公司可以做到管控 他有一些這個Zero Trust的Solution 但是司科是少有在這樣的過程中 除了連結跟管控之外 我們還有融合 什麼叫融合 融合一個東西就是 譬如說 Visibility 你要能夠可視性 這可視性呢 你要能夠從你的網路的 Edge端 一直到你的Data Center 你要知道哪一段 可能造成你的整個過程中的不順 那譬如說 Application應用程式 其實已經變成 在疫情下一個商業的命脈 我們現在這個 譬如說Uber好了 Uber如果他的App出了問題 他基本上他沒有實體電 沒有 他必須要去完成他的這個 每天對客人的這些承諾 那如果說哪邊卡卡的 這個App有卡卡的 誰知道 不是很清楚 在過去可能要找一天兩天三天 那司科的可視性 也有一個產品 叫做App B App Dynamic 那所以這些東西是司科在 除了連結跟管控之外 我們融合 就把這兩段全部接起來 所以我們在這個雲服務安全上 我們強調是這三個C的指標 那也是司科在這個業界 比較特別獨特的地方 OK 謝謝兩位剛剛幫我們帶來的一些分享 那其實從今年5月16日開始 我們三級警戒就已經都開始了 那台灣的企業跟民眾就開始學習了 就是遠距辦公跟居家學習的 全新的生活模式 其實我相信大家很多爸爸媽媽們 都很不能習慣這個方式 非常痛苦 然後員工也是有些不太能夠習慣 好像一開始前一個禮拜 大家就好開心 都可以在家裡 第七天開始的時候 就會發覺 我的人生 所以呢 買電腦的一大堆啊 開始公司 Virtual Meeting WaveS使用的 全部都開始出現了 那其實相較於2020年來說的話 其實台灣近乎完美 我們是東南亞的防疫模範生 那可是對於現在我們目前 遇到的一些衝擊來講 其實相對是比較陌生 大家會比較害怕 那其實對於這樣現在來說的話 我們就不外乎 就是在遠距辦公 居家學習之後 背後會聽到的一些 一些話題 就來自於資料怎麼樣保護 資訊安全 資料安全 我們怎麼樣去做這個連線 跟聯繫的部分 那其實呢 也造成了 就是因為居家辦公的關係 或遠距辦公的關係 還有今年大家最 剛剛有提到最大的 最火熱的話題就是勒索病毒 病毒的入侵 有的不付贖金啊 有的在贖金跟駭客上面 去做一些周旋的部分 那其實業界接連發生 非常多這樣子 相關於這樣子的事情 那很多企業就在思考說 怎麼樣可以出走 然後怎麼樣可以做這種 我還是蠻喜歡用剛剛太講的 那個三個3C的那個部分 怎麼樣把聯繫做安全 怎麼樣把控制的東西做到好 怎麼樣把這個交易融合在一起的部分 那其實我覺得企業今天 很多人就在探討這樣子的話題 所以呢我想說延續剛剛 我們提到的這些東西 我們先請他也幫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相關於的一些 思科的Solution的部分 來跟大家討論一下 好那思科呢在這一段呢 我們在Secure Remote Worker裡面 我們有很多不一樣的這些 一些步驟跟解決的方案 那首先呢我們先來看一下 因為疫情 我們有56%的員工 會需要在離開辦公室後 還要從不同的地方來完成他的工作 那再來有43%呢 他們會覺得說 在家工作的機會呢 也會變高了 那再來呢 83%的企業認為 他不管是混合式的或分流 或者是甚至全部全員 都是在非辦公室的地方 來做他的工作 那這樣的整個不知不覺當中 大家會發現 整個網路 資訊安全 E-mail 你甚至是Application 你去到哪個網站去參訪 都有可能成為破口 進到公司的 不管是資料也好 或者是勒索病毒也好 都有可能會發生 所以對思科來說呢 我們遠距上班的解決方案 我們就分為六種 第一個呢 我們有VPN VPN呢 確認你可以進入到公司的資料的存儲 第二個呢 我們有多重的認證 那我剛才有前面提到Dior Dior事實上是思科在應該快三年了 買了一家公司 其實各位可以發現 思科在這幾年買的公司 其實有一半都是跟資訊安全有關 因為我們在之前就開始意識到 其實只有網路沒有安全 這件事情是沒有辦法讓企業長期的存活下去 所以呢 多音只認真在做什麼事情 我們都知道我們今天一上網之後呢 我們手上呢 就會有一個username password 那如果有人有你的username password 他可能就偽裝成你的身份 就進去公司的重要資料存取 或全線的一些訊息 那Dior的工作在於 當你有了username password之後 你還要再有第二重的認證 那第二重認證可能從電話 可能從簡訊 或從你的手機上面你按一個鍵 確認那個人是你 那這樣就多了一份的保險 所以這叫做多音只認證 那第三個呢 我們提到了端點的安全 那每一個端點呢 他自己也有end to end point security 那第四個呢 我們提到了電子郵件安全 其實呢 在這個釣魚的這些email啊 你點進去之後 哎 又把你導到一個這個 另外一個惡意的城市也不一定 甚至是你在家裡 或在任何地方你上網的時候 有些網站基本上 他不是透過email 他是透過網站來帶領你的 那這個在司科也有所謂的umbrella 那umbrella的功用呢 是從DNS那一層 在上網之後的layer6 就把它擋住了 那最後呢 我們還有一個協同合作 司科遠距上班的協同合作 就是剛剛 Jeff也幫我們提到很多次的webex 那最後透過webex 你可以有群組的對話 你可以有資料的傳輸 透過webex你可以開會 甚至你可以投票 你可以去做一些很快速的這些 訊息的確認 那我覺得這是之前我們要面對面 才能做到的事情 那司科呢 在這六個遠距上班解決方案 就把它一次做到位 其實聽起來就是 我們剛剛有提到轉型的過程 其實這樣聽起來 司科也在做一個轉型 過往我們大家都覺得 就是在network的部分 我們才會做一些 但是現在大家都在知道討論 在安全的部分 所以他才會在公司的 這個營運的狀況內容 就調整了非常多的 一個步調的改變 那我們也請就是Jeff 來跟我們聊一下 就是資訊安全 我們都說資料保護 是資訊安全的第一道防線 也是最後一道防線 剛剛 司科講了他所有的一些 一些產品的一些說明啊 其實重點就是前面都有了 後面的東西一定要有 我們請Jeff來跟我們聊一下 在資料保護的部分 其實剛剛Kai一直介紹 那個所謂3C 真的是印象深刻 不過這是一個很好的概念 那事實上很多時候 在我們整個資料保護 我們現在把它當作一個循環 那事實上我們也用相同的概念 在看資料的保護 因為它是一個過程 那過去只看到所謂backup recovery 就這樣兩段 然後資料保護就結束了 然後你就把這兩段做好 但事實上不是 因為資料量變多了 然後資料的型態也複雜 那剛剛也提到 中間上班的地點也好 然後場景的轉換也好 漏洞也多了 所以我們現在強調是一個流程 怎麼樣第一個先 在保護之前 我們先做好 identify 我覺得跟剛剛提到的可視性 很有關 就怎麼樣去區隔去辨識 我們資料裡面的重要性 地點或者是位置 因為資料現在的型態很多 有影音檔 有簡報檔 然後 那些NAS的資料 又非常的龐大 還有影音 那回頭過來 從identify protect 然後最後怎麼去偵測 那偵測也剛剛 控制也很晚 我們怎麼樣看到資料的變化 然後在變化裡面 預先發現問題 那也許可以做一些預防 因為WIN 本身有一個偵測 你叫VIN1 那我們可以去做 整個資料流量的管理 那最後再做所謂的 反應 那怎麼樣發現問題之後 我怎麼樣快速的回應 那過去談到RTO RPO 可是現在還有所謂的SLA 怎麼樣在Data的 保護上我們做到SLA 這樣一個概念 那怎麼樣去設定 那最後最後就是recovery 怎麼樣能夠確確實實還原 那我覺得這一部分 這一個樣的一個意識 事實上 VIN是把這個概念 我們深埋在 我們的產品設計裡面 那我這邊要特別提到一個 比較特別的是 香港一直是 亞太金融的領導者 不管過去發生一些狀況 可是他們事實上 在很多的轉換上做得很快 因為他現在已經提到 所謂的STDB 就Secure Treasury Data Backup 那我覺得他們這個概念 他我覺得非常好 就是他希望在金融業界 因為因應現在 駭客的攻擊 然後數位 轉型的一些需要 然後辦公 遠距辦公 中間車產在漏洞 所以他在所有的銀行 指導方針上 還有更強大的幾個重要的方針 他基本上八個原則 然後九項重點 那我覺得蠻特別的是 他的九項重點 那剛好我們在 在我們今年所啟動的V11的這個版本上 我們都有掃描 那我覺得最特別的 第一項就是 Immutable 怎麼樣免疫 這個現在疫情 怎麼樣免疫 那我們在設計 產品設計上 我們還有一個 我們現在設計的 一個Linux的 就是把資料放在Linux環境 因為通常駭客攻擊 其實Linux是可以確保 駭客無法攻擊的 然後怎麼樣去 讓他沒辦法更改 那我覺得這部分 如果大家如果可以看到 上面就很清楚的去做 做每一個對應 那回頭過來講 其實資訊安全 或者是資料保護 其實某些層面是習慣 剛剛提到那麼多 那這些工具都是幫助你 如何去維持你良好的習慣 其實就像現在防疫 怎麼勤洗手 戴好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 那工具是幫助你去把這個習慣 能夠維持養成 那其實在防疫 在資料保護 在所謂數位轉型 其實這些很多東西都是基本點 是 就是如同剛剛Kai 跟Jeff提到了 就是說像思科近年來 其實為很多企業實現了 所謂的就是數位轉型的部分 然後也包含剛剛有提到一些 網路的部分 資訊安全的拓 應該資料流量 讓網路的拓展 拓展出來 就是不管是在應用程式 剛剛有提到應用程式的部分 或者是一些窩漏的 跑到雲端出來 或者是剛剛有提到走在路上 剛剛Jeff有聊 走在路上怎麼樣讓這些 這些訊息 或者是可以不中斷的一個部分 所以其實我覺得 兩個大廠都在為現在 不管是在疫情的部分 我們講疫情 疫情之下的一些生活模式改變 還有給一些企業裡面 有了解一些不管是在權限上面的重要 因為剛剛其實Jeff有提到 我們要給企業去養成一個習慣 就是比方說 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我如果講錯的話 再請Kai幫我補充一下一個Dewer 是嗎 Dewer沒錯 它是有一個 多因子安全認證 多因子安全認證的部分 你前端先認證完了之後 才進來後端做所有的事情 應該是我的理解是這個樣子 那其實這個部分我們就會 層層環環相扣到一個 後面資訊資料的部分 我們要做好Protect 因為前面進來了後面資料的完整性 我們就可以一條龍的去確認 就是我不會抽到 不能說百分之百我可以 杜絕勒索病毒 我必須說全球沒有任何一家產品 或者任何一個方案會告訴你說 我可以完全杜絕 但是我們可以養成這個習慣 把這個傷害傷 或者是把這個機會降到最低 就是降到最低最低的部分 在企業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 或者是說 在我們資訊的流通的部分 做到一個彈性的部分 不然的話我自己員工會覺得 好麻煩喔 然後或者是 我今天誤刪了 不小心誤刪了什麼東西 又讓大家覺得說 哎呦怎麼辦 我找不回來 然後所以呢我覺得 剛剛就是泰跟Jef在討論的這些 就是跟企業我們怎麼樣去做一些 做一些溝通 給他們一些觀念 你不只前面都要做完 後面東西也要做 這是一個兩照雙方 就是大家需要一些合作的一個部分 所以呢接下來我們想討論一下 就是說 其實現在目前因為遠距辦公 然後居家辦公 所以很多東西都會在雲端上面去作業 就是在看不到 我們不一定也說是雲端 看不到的地方去作業這些事情 所以呢如何去有效管理 資訊資料在雲端上面的安全 或者是說怎麼樣去保護網路的安全 這些其實都是我們現在 大家需要想要討論的一些部分 那果真這些地方 思科在網路的部分 就是一個資料安全量領導者 所以呢我們就先請那個泰再來 來幫我們說明一下 就是可以 思科的部分跟令加強起來 我們怎麼樣在市場上 給大家最大的效益 嗯好 其實思科在這個資料保護啊 或數位轉型的這些效益啊 或者是優勢方面 我想思科可以做到的地方 譬如說幾個我最近也在發生的事情 就是我們可以帶專業的顧問團隊 去跟一個大型的 絕對世界級的大型企業 我們現在正在做 那他也是個製造業 我們已經可以開始跟他談到 他的這個application 他的雲 他的這個網路安全 他的這個remote work 每一項內容 他想達到什麼樣的程度 然後我們做了三年的規劃 所以他從最基本的基礎架構 一直到他上面的這個安全 怎麼樣去判斷 那雲要走公有私有 哪些放在什麼地方 那這些的東西呢 都是我們的顧問服務的團隊 所以這個在帶給市場呢 團隊這些寫出來之後 他們可以很清楚知道說 我今年該做什麼 我明年該做什麼 我後年該做什麼 有一個一個 這些事情對 然後就可以連結到 他們董事長的方向 他有方向1.0 2.0 3.0 所以我們完全跟著 整個企業發展的方向 去從IT專業顧問的角度 去協助他們 那至於呢 如果說我們要強調這個 這是我們提供的服務 那這裡可以帶來什麼樣的效益呢 我想第一個呢 我們會先強化 強化他的這個各個端點 能夠作戰能力 因為當你業務不停止 當你各個端點可以安全的去 存取你要的資料或上網 這個第一個我們會做到強化 第二個我們做到簡化 簡化就會提到 我剛才講到的 雲服務安全的那個部分 找思科思科有三個C的指標 從Connect到Control到Converge 那這邊我們把它簡化了 那加上可視性的平台 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現在的問題狀況瓶頸出現在哪裡 這是我們第二個 強化簡化之後 我們第三個我們的優勢在於 我們希望能夠帶到整個協作 就是Collaboration 怎麼能夠Collaboration 能夠再進化 那這也是為什麼思科 持續在買一些新的公司 最近我們買的一家公司是房造 就是各位在開會的時候 應該對我經驗 可能在廚房有一個果汁機 就突然很大聲 有可能呢 這個吸塵器 就是有些聲音是你想 或者小孩都躲不掉 對 那這個防造呢 這個功能就是我們在協作方面 再進化我們再去買一家公司 它可以把這些不是你的對話的部分 它都可以把它很快速的把它過濾掉 所以基本上在你開會的過程 你不會有這些的干擾 那我想這些在思科在數位轉型啊 資料保護的優勢 那當然一定要帶到跟WIN結合的結果 就是我們的UCS加上WIN的這些安全 我們在從設計端就開始想到 怎麼樣做到資料保護 然後透過思科的網路 思科的防火槍 然後去接觸到客人或者是企業 重要的資料 那這個是思科跟WIN的合作 最大的這個優點 我們也請Jeff來聊一下 太多把WIN的重點都講完了 那其實我這邊在因應疫情 我再舉個概念 那大家最近最多討論的話題在疫苗 對吧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疫苗其實是事後 就是在當下病毒產生之後 所發生一個產物 因為它因應病毒 它必須去研發相對應的疫苗 因為像現在又有新的變種 那疫苗聽說又需要改良 那我覺得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事實上在虛擬世界 VIP或者是資料保護 我覺得帶給實體世界所做不到的 就是這個時光機 那前陣子我們最有名的 大家最討論最多的話題就是那個 復仇者聯盟 這個看後面幾集的聯貫 其實重點那個五大寶石裡面 最重要的是時光寶石 那怎麼樣讓時光倒回 那其實資料保護有點像時光機的概念 幫你把你的資料 受損害資料就是回復到沒有受到感染 沒有受到破壞的時間點 那我覺得它有點像一個時光機 那這是現實生活裡面所做不到 所以剛剛回復到剛剛提到說 LIN其實是資料保護或資訊安全的 第一道程序也是最後一道防線 那其實它運用的就是一個類似時光機的概念 然後我覺得LIN剛剛Kai提到3C 其實我再強調一次就是我們的三個重點 就是簡單 彈性還有可靠性 那簡單的部分我覺得不用講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在操作介面 管理上都能夠很簡單 那彈性的部分剛剛Kai已經提到所謂多餘 然後或者是不同的服務的需求 各式各樣的應用 包含比如WebEx或者是Office 365 這些SaaS的服務 那這些資料怎麼保護 並提供這樣的一個彈性 那最重要的其實還是一個可靠度 我覺得可靠度其實是 我們所強調的一個重點 那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在新版的V11 我們在今年年初在發表以後 事實上我們也著重幾個 在市場上過去大家所期待達到的目標 第一個是CDP Continuity Data Protect 那個重點是在於說 時光的倒回 總是有時間的落差 那我們因為CDP的技術把時間落差 縮短到秒級 那我覺得這很重要 就是說 基本上讓你沒有感覺到那個時間點 除非你是非常頻繁的交易 那我們以秒計算 可是基本上在秒級裡面 基本上是無感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剛剛提到的就是 所以Linux的拘捕 讓你的資料是真的免疫 因為我們還發生一個狀況 派客厲害到能夠入侵到你悲憤檔案 去做更改 只要有更改的 他只要有更改的可能 那事實上他都能夠 能夠去做一些入侵的動作 那我們Linux的拘捕 基本上是要杜絕這個可能 然後另外一個剛剛提到 我們的 instant recovery 就是即時的還原 那怎麼樣在很多個 你通常備份的資料很多 其實我剛剛提到 我們自己在個人生活裡面 備份手機的資料 除了會遇到失敗 還有另外一個要restore的時候 要很久 備份要很久 那這部分其實備份或者restore速度 其實是Vin所強調的 那還有像企業那麼龐大的資料 那怎麼樣把重要的 我們先restore出來 然後在那麼多VM裡面 怎麼把重要的核心的 企業在這個VM之下 我們能夠restore 那我覺得 Vin在這 instant recovery的技術 我們也非常強調 那最後就是剛提到SaaS 然後那麼多雲 那麼多所謂的雲端的軟體 那我們怎麼樣 讓這個雲端的軟體能夠 維持資料的保護 那我覺得這時候還是老王賣瓜一下 其實像Kai講 我們在合作夥伴的歷程中 我們在產品研發裡面 我們就彼此做好結合 但是Vin在另外一個角度是 我們謹守奮進 我們只做好軟體 或者是資料保護該做的事 但我們盡量是開放 跟所有的應用做連結 剛剛提到多雲啊 各種應用 然後甚至其他各種廠牌的 hardware 因為事實上在一個客戶 另外面臨的挑戰 是一個環境裡面 他可能有很多很多廠牌 因為過去的一些歷史的採購的過程 他有很多廠牌需要維護需要去連結 那Vin在資料保護上其實都思考到這一點 那我覺得這很重要就是說 我們提供你一個鋼體 再一次強調是簡單 然後彈性也可靠 其實我非常謝謝就是兩位剛剛的分享 那其實最後容許我就是再來問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其實現在因為因應就是 我覺得短時間來說的話 台灣目前的疫情的狀況 就是我們大家還是要做非常多的準備 不管說就是在居家辦公 遠居辦公或者是居家學習的部分 或者是我們怎麼樣去學習跟病毒共存 因為我覺得現在目前大家比較害怕 或者是警覺的都會是相當於就是疫苗啊 或者是那個疫情的發展的一個狀況 那其實呢我覺得也是 不管是因為像這樣的原因 我們要找到一個合適的生活模式嘛 那我覺得企業也是 就是針對於現在疫情的狀況啊 或者是說未來就是 我們不知道疫情的演變或者是說 企業的一些走勢跟方向 其實像剛開爾就有提到就是 也有企業就是他就會分 1.0 2.0 3.0的步驟 去做這些調整跟改變 那所以不外乎這些議題 我覺得是目前現在企業大家都會討論的 那我覺得最後想要問 幫觀眾朋友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其實未來我們也想要知道 就是兩位兩家大廠 我們現在對於就是 企業的調整跟超前部署 我們有一些什麼樣的建議 然後提供給大家 我們先請開爾幫我聊一下 好那其實思思科在這一段 我們有三個建議 第一個呢我們會覺得說 用戶體驗為重 那這個用戶是指譬如說 產業或企業裡面你的員工 或者是你的這個客人也好 他們在工作不管是在 你的員工在遠距上班 或者是在不同的地方 或者分行或者總行上班 他所能夠存取的資料 或者他所能夠走的應用程式 理論上要一樣的一致性 這很重要 或者讓他們覺得是卡卡的 在哪裡我又不能夠 做什麼樣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這個體驗很重要 當然從客戶 從金融業來說 譬如說他的這個客戶來說 他用這個金融業的APP 他也能夠很精準的去做 他想要在銀行裡面 在實體的分行裡面 可以執行的事情 所以這些都是企業或產業 要去想到 以用戶體驗為重 那第二個我們的建議是說 要及早開始設計規劃 以及執行你數位化的架構 那數位化的架構 你可以從SD-WAN開始 可以從我們剛才提到的 雲服務安全SASI開始 可以從裡面的這個多音質認證也好 VPN也好 所以整個這些都要能夠考量的進來 那其實第一跟第二是有貫穿性的 那第三個呢 我們想要再給建議是 培育資安的人才 那其實過去10年前20年前 可能這不會是一個大家很 去想到或重視到的 那現在人才的缺口這麼大 怎麼樣去協助這些年輕人就業 或者甚至到社會上 怎麼樣去把這些資安的這些技術 或者走到國際 那我想這個是 希望企業跟產業能夠去重視的地方 那捷福也幫我們聊一下 給一些台灣產業一些建議 建議 那回頭過來其實跟 整個內容有關的是 其實資料保護是個概念 我覺得先有這個概念 然後剛剛提到 還有疫苗什麼 其實先有概念 還有這個習慣 因為資料保護是一個基礎 但是不要忽略它的重要性 所以沒有備份 沒有買做好資料保護準備的企業 或者是用戶請及到準備 那當然回頭過來還是老王賣瓜一下 在挑選的過程中 我覺得一定是相對起來可靠 而且剛剛其實 Kai有提到 那我覺得也呼應下去說人才 那人才要把它的專注力 用在最重要最需要未來 因應未來改變的一個地方 那資料保護 事實上能夠在簡單化的準備之下 架構之下完成 我覺得是最好 然後另外一個是我們保持彈性 因為未來的世界 數位世界或者實體世界變化太快 有新的技術 有新的科技 有新的需求 對 那其實剛剛提到說遠距辦公 那其實還有一點 前一陣子還有更 更直接的問題是簽產 每一個廠中間哪個廠發生問題 怎麼樣快速轉換那個產能 那資料呢 資料能不能隨時來做轉變 那資料轉變或者是搬動的過程 怎麼樣做好備份 事實上Vin在這部分 在我們的產品研發都準備好 所以總結 我幫忙總結一下 數位轉型就交給Cisco 然後資料保護 讓Vin來幫助各位 沒錯沒錯 大家都把我的話都講完了 其實呢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Vin的Jeff 非常謝謝Cisco的凱傑 然後來跟我們討論這個有關於 就是疫情下我們產業 怎麼去做一些創新的改變 那我們也聽到非常多的訊息 包含就是 我還是要講那個3C 真的是讓我覺得印象非常的深刻 搭配了Vin在做可靠可運用 簡單的這個部分去結合起來 然後包含了就是說 在人才的培育 大家都覺得資料安全 資訊人才 或者是資安人才 跟備份的人才 我覺得都是企業 大家都要去思考的一個話題 或者是思考的一些想法 那今天也非常謝謝兩位總經理 花了一些時間來跟我們大家 跟線上朋友一起討論這些議題 那如果說線上的各位你們 有任何的問題 都可以在我們聊天室裡面 留下你任何的訊息 那我會請就是兩位團隊 兩家兩大的團隊 來跟大家親自回覆 那我們再次謝謝 今天的Jeff跟Kai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阿姨 謝謝 謝謝